超蓝贝吉特对战12位破坏神 这将会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 因为贝吉特在不欧片中没有解体 导致力量大赛的剧情发生了变化 这天贝吉特来到了拳王神殿 两位拳王看到贝吉特后很高兴 这时贝吉特询问拳王 力量大赛的考虑如何了 自己已经等不及和其他宇宙的强者战斗了 不得不说贝吉特的面子就是给力 拳王一听立马就举办力量大赛 大神官同样很给力 立马召集所有宇宙的界王神和破坏神 只见大神官拿出拳杖联络各个宇宙的天使 随后在大神官手起手络之间 12个宇宙的众神全部降临到拳王神殿 突然比鲁斯发现贝吉特居然也在这里 不用想比鲁斯也猜到拳王的突然召唤 肯定是和贝吉特有关 随后大神官向众神宣布 宇宙等级达不到7级的宇宙 将选出10位选手参加力量大赛 这时现代拳王叫住大神官 称未来的自己不知道力量大赛是什么 大神官不愧是拳王的管家 立马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现在就举办一场预览赛 说完12位破坏神直接被传送到擂台上 众多破坏神还有些迷茫 难道是让我们一对一的战斗 可没想到大神官却说 这是一场大混战 并且大神官给出警告 要是有破坏神放水的话将会被当场毁灭 突然观众台上的贝吉特叫住拳王 觉得破坏神之间的战斗很有趣 询问自己是否也可以参加 两位拳王再次给足贝吉特面子 双手答应贝吉特可以参加战斗 但是大神官却提醒贝吉特 这可是破坏神之间的战斗 自信的贝吉特称自己没问题 说完贝吉特就来到了擂台上 其他破坏神看着贝吉特各有各的心思 这是比鲁斯和贝吉特说起了悄悄话 称拳王之所以举办力量大赛 肯定是你这小子暗中搞鬼的吧 没想到比鲁斯的话都被其他破坏神听到 瞬间11位破坏神一直把矛头对向比鲁斯 很快比鲁斯和贝吉特都被团团包围 随着大神官的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 11位破坏神瞬间朝着贝吉特冲去 贝吉特见状一声怒吼传遍整个擂台 随后贝吉特变成了超神形态 大胡子破坏神无比的震惊 贝吉特的气息不正是神的气息吗 大象破坏神同样震惊 普通人居然能踏上神之领域的境界 两位拳王觉得贝吉特好帅 全身冒着红色的火焰 这时大象破坏神率先朝着贝吉特冲去 然而贝吉特轻易躲开大象破坏神的拳头 并且一拳打脸大象破坏神 老鼠破坏神看到这一幕 承认贝吉特的实力相当不错 这时人鱼破坏神叫助象帕和埃及破坏神 打算三人联手先将贝吉特淘汰了 埃及破坏神觉得这个提议不错 但是象帕破坏神却拒绝了 随后象帕就来到一旁躲起来 打算坐收渔翁之力 却没有察觉到身后的小丑破坏神 当象帕有所感应后已经为时已晚 小丑破坏神扔出手中的小丑卡牌 瞬间象帕就鼻青脸肿地倒在擂台上 而这时贝吉特已经和人鱼破坏神打了起来 最终还是贝吉特更胜一筹 人鱼破坏神的脸上都留下了血液 愤怒的人鱼破坏神扔出几枚爆弹 结果在贝吉特眼里这样的攻击太慢了 这时埃及破坏神也意识到贝吉特的强大 让机器人破坏神和自己联手 于是机器破坏神放出光线 埃及破坏神三剑齐发 随后擂台上传来一声巨响 烟雾将整个擂台盖上一层面纱 源于破坏神怒骂机器破坏神简直是个笨蛋 因为烟雾弥漫的擂台容易下黑手 戒王神看不到擂台上的情况 但是大神官知道现在的擂台上正在混战 只见比鲁斯的对手是老鼠破坏神 大胡子破坏神则是一招铁头弓 将狐狸破坏神撞飞了出去 反观烟雾中的贝吉特手握一只利剑 随后贝吉特再一次将气提升了数倍 整个擂台上弥漫着贝吉特强大的气息 第九宇宙的戒王神 感应到这股力量后无比的震惊 只见贝吉特一招六脉神剑 机器破坏神的一条手臂瞬间解体 比鲁斯知道贝吉特动真格了 只见贝吉特凝聚的40米光剑 直接贯穿机器破坏神的身体 随后控制光剑将机器破坏神拎了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小丑破坏神对所有人出手 只见小丑破坏神向空中撒了一推卡牌 这些卡牌都朝着贝吉特起来 一声巨响贝吉特瞬间被浓烟吞噬 比鲁斯和老鼠破坏神看到这一幕 都觉得小丑破坏神是个老六 居然躲起来保存体力坐收鱼翁之力 然而当烟雾散去露出一道身影 小丑破坏神显得有些震惊 只见超然贝吉特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看着贝吉特不断地朝自己走来 小丑破坏神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贝吉特看到小丑破坏神停止了攻击 那么就轮到自己开始反击了 说完贝吉特砂锅大的拳头 直接来到小丑破坏神的面前 来不及反应的小丑破坏神被正面击中 直接被贝吉特一拳打倒在地 整个擂台上都因为贝吉特的拳头而震动 此时贝吉特的拳头上遗留着血迹 眼神看向远处吐槽说道 逃跑倒是有一手 大嘴破坏神无比的震惊 贝吉特简直不是人 反观小丑破坏神头破血流 放出狠话绝对不会轻饶贝吉特 结果贝吉特却笑了 吐槽小丑破坏神还有胡言乱语的力气 看来刚才的拳头还是没能把你一招秒杀 说完贝吉特再次提升气息 打算变成超篮拳攻略 只见贝吉特冲天而起的气场 擂台上还站着的破坏神都感到了惊恐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大神观 及时宣布这场比赛可以结束 随后比鲁斯连同其他破坏神 瞬间回到各自的观众台上 贝吉特看到这一幕都愣着 刚要凝聚大招擂台上就空空如也 刚进入战斗状态的贝吉特有些生气 奈何喊停的人是大神观 最终贝吉特还是老实地变回了常态 第十一宇宙这边脱坡叫住了小丑破坏神 但是此时的小丑破坏神被打猛了 自尊心受挫并没有理会脱坡 另一边大神观通过这次预览赛 提出正式的力量大赛上不允许破坏神参加 因为破坏神的战斗会让拳王看不清比赛 但是后补破坏神可以参加 像贝吉特这种实力达到破坏神水准的人 很遗憾无法参加力量大赛 贝吉特一听都愣住了 比鲁斯更是以为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急忙询问界王神 得知是真的后比鲁斯惊慌失措 就连维斯也觉得有些意外 要是贝吉特无法参加的话 单靠孙悟范等人的力量 很难在力量大赛上取胜 可就在这时两位拳王开口 觉得贝吉特要是不参加的话就没意思了 最终大神观改变了主意 让贝吉特成为一个特例可以参加力量大赛 贝吉特看到这一幕也松了口气 看来自己要收敛一点比较好 随后贝吉特回到了自己的观众台上 这时比鲁斯询问贝吉特 自己提出来的比赛有没有把握取胜 收敛后的贝吉特不再张扬 并没有说自己一定会获胜 比鲁斯一听脸色都绿了 怒骂贝吉特要是宇宙被毁灭了 自己做鬼也不会放过贝吉特 随后大神观正式宣布 力量大赛将在48小时后举办 并且大赛上可以使用耳环进行合体 只不过合体相当于两个人 说完大神观就要送众神回到各自的宇宙 随后贝吉特和拳王简单地告别后 瞬间众人就消失在拳王神殿 随后各个宇宙开始寻找实力强大的选手 与此同时在地球这边 我们看到孙悟饭来到天堂找上了弗利萨 悟饭向弗利萨说明了力量大赛的情况 而弗利萨答应会参加 但是要求比赛结束后复活自己 随后弗利萨询问悟饭 悟空会不会也参加力量大赛 原来悟饭之所以会找上弗利萨 就是贝吉特提出的意见 但是悟饭提醒弗利萨收收心 因为现在的悟空和贝吉塔已经合体 杀死弗利萨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说完悟饭就要离开之际 弗利萨却突然叫住了悟饭 因为弗利萨对悟空的执着改变了主意 打算在这里杀死悟饭悟空一定会来 说完弗利萨爆发出无比惊人的气息 瞬间变成黄金弗利萨 此时的弗利萨无比的自信 觉得打败悟饭只需要30秒的时间 而悟饭同样变成超神形态 怒骂弗利萨简直是无可救药的蠢货 宇宙正面临被毁灭的危机 弗利萨竟然还要玩这些小把戏 说完悟饭一个闪现来到弗利萨的面前 只用一拳就打败了黄金弗利萨 这时身在地狱的沙鲁感应到强大的压迫感 不敢相信悟饭只用10年时间就变得如此强大 但是沙鲁对自己的潜力很有自信 觉得自己一定可以超越悟饭 另一边贝吉特好像想到了什么 很快就来到了精神时光屋 结果刚进来就看到地上的衣服 一道身材不错的身影出现在贝吉特的面前 贝吉特赶紧让对方穿好衣服 而这个人正是合体后的开弗拉 开弗拉以为贝吉特要带自己去干坏事 结果没想到是送自己回家 但是开弗拉打算赖着不走了 想一直和贝吉特战斗 甚至打算加入第七宇宙的队伍 然而在贝吉特看来 开弗拉虽然是合体战士 可实力依然很弱 甚至觉得贝吉特要是解体了 单体下的悟空或者贝吉塔 都可以打败现在的开弗拉 开弗拉一听立马就不服气了 随后让贝吉特见识一下自己的修炼成果 只见开弗拉爆发出惊人的气息 最终变成了超三形态 然而在贝吉特看来 迎接超三就想超越自己还远远不够 但是开弗拉不相信朝着贝吉特冲去 结果贝吉特直接闭上眼睛 开弗拉的攻击贝吉特轻易躲开了 开弗拉觉得自己被小瞧了 对着贝吉特展开疯狂的攻击 结果还是一样没有一拳是打中贝吉特 反倒是贝吉特一拳命中了开弗拉 然而仅仅是一拳就让开弗拉变回常态 经过了一番的折腾后 距离力量大赛还不剩不到六个小时 另一边在占卜婆婆的帮助下 死去的弗利萨和沙鲁被带回了地球 刚回到地球的沙鲁就感受到 自己在地狱虽然无法修炼变强 但是在地狱积累了十年时间 让沙鲁回到地球后 力量就在不断地提升 此时的沙鲁已经打好了算盘 等力量大赛自己复活之后 就找悟空和悟范进行清算 很快第七宇宙的选手全部集齐 可以发现物天克斯也在其中 还有17号和18号以及比克 很快众人在维斯的带领下 朝着力量大赛举办的地点进发